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哥今天要介绍的汤水是在小雪的时候饮用的 在一年的四季冬季开始 第一个节令就是立冬 接着第二个就是小雪 立冬是今年的11月7日 而小雪是今年的11月22日 在去年我曾经介绍过小雪的时候 要保暖你的夏枝 同时介绍了一个汤水是胡椒猪肚汤 最适宜这个时候饮用的 今年介绍多一个新的汤给大家 也是这个小雪时间适宜饮用 就是老少咸仪的黄豆豪豉猪骨汤 这个汤很好吃的我也很喜欢 先讲材料 豪豉6至8只 看你大小而定 比较小的你就用够8只 如果不是6只也够了 黄豆就要50克 而猪脊骨就是500克 那生姜就3片 水就10碗 逢有肉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要知道 洗净它去飞水 特别是猪脊骨 在骨腊之间 你可以用牙刷擦擦 它就更加清洁了 接着要处理的就是蚝丝 因为蚝丝是蚝的曬干品 所以我们要把它浸软身 用牙刷擦一下裙边 然后再用水浸 让它软身一点 容易出味 水要保留 黄豆洗净 最少是3-4个小时 容易煮軟 所有材料准备好之后 将10碗水煮滚 接着加入所有材料 再翻滚之后 就收慢火 煮2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饮用了 它的功效 这个汤是补而不利的 味道很鲜味 有健脾养血 益胃强生功效 而对于脾胃虚弱的各种症状 好像发育不良 或者你的身高和体重不足够 食欲欠佳身体又比较瘦 四肢无力 这个症状就是脾胃虚弱 就适用了 同时是最适宜小孩和老人家 冬天保健用的汤水 这是3-4人份量 这个黄豆 蛋白质很丰富 它的钙质也是很高 是唯一能够代替动物蛋白质的植物食物 它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 触尽你的骨质健康 同时对腎也有很好的提升功能 蚝市就是蚝肝品 它的性平微甘咸 它的功能是滋阴氧血 有很鲜味 同时这个猪脊骨就是以中医来说 以形补形 所以对骨质是有帮助的 这个汤真的鲜味十足 一家大小都合用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煮多点来喝 多谢你们收听